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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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这款游戏 一方面再次验证了透过C3 真的可以很快的完成你的游戏发想 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这款游戏 能够满足我的订阅者部分的需求 原始码的部分老样子 我会放在下方说明栏 有兴趣的伙伴们可以到该网站下载 完全免费无料 还请安心使用 如果说这次的影片有帮助到你们 到时候还请按赞给我一些支持哦 好啦 那么废话不多说 就让我简单说明这7个小游戏 在制作上有哪些特点 以及要注意的小技巧咯 关于这款游戏 我希望玩家可以透过电脑 或者是手持设备进行游玩 所以在输入上 我主要会透过Touch物件来监听红色按钮 并且透过Keyboard这个物件 来监听Space按钮 两者任何一个被按下都会被当成输入事件 所以说 你没有听错这款游戏只有一颗按钮 透过这颗按钮就可以进行 底下7个小游戏 我相信越简单的输入界面就越容易让玩家进入状况 这部分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设计 另外 游戏的背景音效可以到AudioNactus进行下载 这个网站我前面在制作音乐游戏的时候有提到过 而简短的音效 则是到JSFX 把这个网站产生的 这两网站都是很好用的网络资源 你可以把它们收入你的书签里面 以后如果用得上 就去那边取得 但是请注意相关的授权规定 就像是我的游戏也会把这两个网站 列在明显的地方供大家参考 接着先让我说明第一个游戏 射箭游戏 在这个第一个小游戏中 玩家按下按钮就会发射出箭矢 最终目的是要集中画面上红色的方块 方块总共有两种 一种是红色 另外一种则是会阻碍玩家的灰色 两种方块都有Bullet属性 会让它们朝着一个方向前进 当它们移动到画面的左方以及右方以外 我就会让它们回到原本的起始位置 以便玩家再次看到 这里总共有三个小关卡 当箭矢射中红色的方块 就会进入到下一个小关卡 当箭矢射中灰色的方块 则会重新开始重新挑战这个小关卡 各个小关卡之间 主要是透过Stage 以及Stage Status的变数来进行控制 这个架构也会延伸到后面另外六个小游戏之中 有兴趣的伙伴们 可以仔细研究一下这些程式嘛 虽然有点小复杂 但是后面其他的小游戏也是一样画葫芦 在这里了解了之后 后面就不会太难理解咯 在第二个小游戏中 玩家要看准时机 按下按钮让飞行的方块掉落 最终让三个叠高的方块不会倒塌 支撑五秒后 就可以通过这个小游戏 在C3之中 让物体获得重量的手法 就是采用 Physics 物理这个行为属性 当我将Physics这个属性 指定到这三个大小不一的方块后 方块就会因为放置的位置正确与否 而最终产生坚挺或者是倒塌的结果 这个属性你也可以套用到其他游戏的创意点中 好比说愤怒鸟 这样的游戏类型也就可以达成了 第三个小游戏 轮盘上会显示1到7 总共7个数字 玩家要在正确的时间按下按钮 停止该指定的转盘 并且你需要让三个转盘都是777 才可以通过这个小游戏 这个游戏主要是使用到Animation 动画 透过每一小段时间就累计物件的变数 并且更改动画 就可以做到类似轮盘转动的错觉 还有一个小心机就是 三个轮盘其实旋转的速度是有所不同的 第一个最慢 第三个最快 这样就可以逐步增加玩家的困难度 进而提升游戏的乐趣性哦 在第四个小游戏中 玩家要看准时机按下按钮 让球体增加反弹的力道 最终 将球体送到上方的红线 才可以通过这个小游戏 球体和底下的弹簧床 都指定了Physis的行为属性 要注意的是 当球体没有被弹簧床加成的时候 应该让它维持跟上一次一样的反弹高度 在这里你就需要调整球体 以及弹簧床中 Physis的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Fraction 也就是摩擦力 将它调整到0 第二个是Elaxity 也就是反弹力 调整到1 这样子就算你不对球体做任何事情 球体也不会因为地性引力而越跳越低 当玩家在正确的时间点按下按钮 则是会增加弹簧床的反弹力 让球体跳得更高 直到最后抵达红线 通过这个小游戏 第五个小游戏 是在正确的时间点射出正确角度的子弹 最终目的是消除画面上的三个方块才能通关 设计上要注意的是 底下的圆盘是透过Rotate来达成 当角度超过瞬时针或是逆时针的范围后 则会将旋转的方向改为另外一侧 你可以透过乘上-1来达成 上面的三个方块则是采用了OBIS卫星的行为属性 让它们绕着一个共同的圆星公转 这个行为属性有两个参数 分别是长轴以及短轴 这部分跟椭圆的定义类似 第六个小游戏 依据正确的时机会发射出雷射光 雷射光的设计你可以参考我在动画里面的影格 它的播放速度较快 并且会在动画结束的一瞬间 删除这个雷射的物件 球体总共分成三个阶段 大中小 大球体被集中后 会分裂成两个中球体 中球体被集中后 会分裂成两个小球体 小球体被集中后 则是会被消除 这里还需要考量被集中时 两颗球要往左以及往右 两个方向飞出 具体上都是透过Physics的行为指令做到 参考一下程式码 就可以知道如何达成的咯 第七个小游戏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产生小星星 玩家需要在正确的时间点按下按钮 来消除这些星星 并且获得额外的分数 这里会参考Layout进行的时间 掌握这两个技巧 你也就有机会制作出一款 类似音乐类型的节奏游戏 在第二阶段中 则是让玩家疯狂的按下按钮 射出雷射 并且取得额外的分数 为了让玩家可以辨识每次 射出的雷射有所不同 所以 我会随机 跟以小量的角度 让玩家感受到 这是不同的雷射光 算是一个考量到UX的设计 在最后 这些额外获得的分数 会进行总结 它会跟玩家按下的总次数 进行相减 得到最后的成绩 好啦,最后就让我展示一次 这款游戏的整个游戏过程 这些游戏 OK 今天我介绍了一款依据 Timing时间理念设计的小游戏 相关的原始程式码可以参考 多名栏内的UIL 有兴趣的伙伴们也可以 下载回去进行研究哦 如果说你情不自禁的喜欢这次影片的内容 还请按赞订阅加分享 我是钟义 时钟的钟 就让我们下次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